潘党一箭就射穿了七层厚的盔甲 将士就齐声喝彩 哇 如果人穿着一件盔甲 被他射中就一定是由胸口入运背脊出去 潘党这回就厉害了一会儿 十分得意在左顾右盘 有个军事就走过去想把箭拉出来 出力这么傲 动都不动 潘党就吩咐 将那七层盔甲连上那支箭 带回去军营给其他的仗士看看 演一下自己的功夫 仰游姬那时也已经有些忍不住脖子了 就说别拿走 潘将军神力可敬 不如让我逆射一箭来试一下 说完呢 他逆走到百步之外 弯弓百箭 瞄准就准备射了 忽然间又停手放弓下来 潘党以为他不够力 就问吧 仰叔 怎么样 是不是先休息一下 还是减少两件盔甲 仰游姬笑笑口说 哦 我想像将军那样来射法 没什么稀奇 我想换个射法 不如我来个送箭法吧 那些兵将呢 没听过什么叫送箭法 就奇怪了 仰将军什么送箭法啊 没有 我想将潘将军那支箭送走而已 说时迟那时快 仰游姬说完 一箭射过去 噔一声 哎呀 盔甲上 本来就插着潘党那支箭 现在呢 连潘党那支箭都不见了 大家上前一看 哦 原来仰游姬那支箭 射正潘党那支箭的箭尾 两支箭一前一后 就夹来变成一支一席 就穿过七重盔甲 飞出几将院 那些将士就大声喝彩 哎呀 仰叔神箭 真是天下无伤啊 潘党这回就心服口服啊 哎呀 仰叔神箭 我今拜下风 我服输了 仰游姬呢 这回就演了几道绝招 在一片欢呼声中 面有起色 十分得意 那现在是两军对阵的了 后面吵衣巴币 就惊动了个楚共王 楚共王 刚刚巡影 听到这么吵 就马上过来 那来到看射箭那些将士呢 就用着仰游姬 抬着七副盔甲 去见楚共王 又要称赞两位将军的箭法如臣 又说仰游姬的神战如何了得 楚国有这么厉害的神战手 何愁进国有百万红兵啊 怎知楚共王一听 反你的面大声喊 和寡人将仰游姬的箭袋收起来 三军将士个个莫名其妙 仰游姬本来以为有得上次了 怎知楚共王要没收他的箭袋 整个恶宴 楚共王就说 两国交兵要靠统帅的谋略 靠三军将士用命 就凭你仰游姬一战 就可以打退百万红兵 看你的神器 这么放肆 仰游姬你必定死于战下 仰游姬被楚共王这么吵 面红意热就回到军营 仰游姬没有了箭袋 就真是变成武牙老虎一样 没办法的 至今大王发怒 又不敢多问 要扔头扔头 回到军营等候调配 翌日 微天光 进楚两国大军 就在燕陵那个地方 摆开阵势 准备决战 因为在城瀑大战 晋国就打赢了楚国 在备城大战 楚国又打败晋国 所以这回呢 上方都不敢轻敌 晋楚两国国军亲自上阵 楚共王呢 还带着自己的儿子来督战 一来呢 想给他儿子建立大阵长 二来也古武士气 本来呢 仰游姬是护驾将军来的嘛 这回呢 楚共王就没收了他的箭袋 就留他在后营 就不让他上阵 元帅公子侄 就亲自从中军来补家 郑国国军呢 也带领郑国人马 做后队来接应 上方摆好阵势了 中军一声鼓响 楚国的中路大军就冲上前 晋国那边呢 晋国国军 见得楚共王亲自上阵 他亦不甘示弱 他坐上兵车 拿着一支方天话击 要来和楚共王比个高低 那上两次呢 晋楚大战都是元帅上阵的嘛 这回国军亲自来的冲锋 拜得非要战胜对方不可 晋楚两军将士 见到国军亲临战阵 所以三军都奋涌向前 哇 战场上杀声震天 杀到烟尘滚滚 两个当代最大的强国 两个霸主 这回一定要给个高低出来 两国正杀到难分难解 晋国国军呢 见得相词不下就有点心急了 就叫大将毅奇保驾 开动兵车 带头冲向楚军 要和楚共王来冲战 战场上 那时已经杀到飞沙走石了 晋国国军那部冰车跑得快 哎呀 一下子都收不住僵 整部冰车坐在泥沉上 糟了 那些泥沉着车轮 四匹马就怎么打他 都没办法拉到肉那部车 楚国那边呢 见晋国国军的冰车陷入泥沉 齐声立合 抓住晋国国军啊 楚共王的儿子呢 少年号星 日心要在三军面前立功 见到这样呢 即刻开动兵车 带着队用冲过来 这边的护驾大将毅奇 见到事情危急 他一跳跳下兵车 谋帝用尽平生之力 嘞 哇 整部兵车叫起来 哎 晋国国军那部马车 才在泥沉道跑出来啊 楚国那位王子呢 眼见着就要抓到晋国国军了 现在被他走掉了就不服气了 嘞 力来到哪里的马匹冲过来 哈哈 这回就反过来 轮到他部兵车中了下泥沉 晋国兵将见到这样 又是反过来围过来 嘞 一下子 将楚国的王子捉了 楚共王见自己的儿子被捉了 就连忙下令他救了 被个晋国大将毅旗带着军马一轮乱战射过来 怎么也冲不过去 楚共王就眼睛睛望着自己的儿子做了俘虏 那没办法了 只好暂时收兵回营 若好明天再战 这次大战头一个回合 楚国中路大军公子侧打得最劳力 虽然王子做了俘虏 但是晋国也损失不少 故知各有损伤打成平手 右路大军也打得不分胜负 唯独左路大军的灵魂公子英齐 他做统帅 因为这次楚共王用公子侧做元帅 指挥自己 所以心中不服 一点都不下力 按兵不动 故知左路根本没有交过风 对比起来 晋国这次稍微占上风 因为他逐了王子 晋国的国军想杀了楚国王子 来吓楚军 大将军魏琪就说 主公听说楚王很痛这个儿子 不如留在那里 引楚王出来出战 乘机捉了楚王 那就更为上策 晋国国军想 是的 杀了王子 不过杀了老虎 不如捉一条龙来好 好吧 于是安排好迷服 准备明天引楚共王上勾 好了 翌日 那个楚共王果然是爱子深切 亲自带领大军上阵 晋国这边 按兵不动 突然一声鼓响 在阵前推出一部冰车出来 车上放着一个大木龙 木龙里面 混着楚共王的儿子 那部冰车呢 在阵前好像游行那样 转来转去 楚共王见自己的儿子被木龙困住 哎呀 真是心如刀割 两眼无烟 晋国甘黎侮辱寡人 今天就跟你决一死生 楚共王亲自带头冲上来 要抢自己的儿子 这回呢 真正上了魏旗的当 晋军早有准备的嘛 一见到楚共王冲过来 晋军就假裂退走 楚共王心急救自己的儿子 越追越快 眼看着就快追到了 突然间晋国大将魏旗 骑着匹快马转过来 所以楚共王呢 就猜不到魏旗会突然冲一转头 一时防备不及 被魏旗弯弓搭舰 一箭射过来 之前一插 插入楚共王的左眼 楚军的护驾将军 他一手将这箭护驾 一手将这箭护驾 一护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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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连眼树都护驾 楚共王 远手一护驾 一护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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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变成了 到时候呢 叫那些王上就叫龙啊 王上的眼 都叫龙眼 初共王就连眼吻 连针 拿回来插入自己的针袋裏 楚国兵杖 看见大王这么坚定 心才定回来 稳住阵脚 玄帥公子侄 奋不顾身 和魏旗一口气 打了几十个回合 楚共王乘机退回到大营 大王受伤,楚国士气就受到很大的影响 晋国那边逐了王子,打伤了大王,士气高昂 楚军有点顶不住,快快退兵 晋国大军乘机追杀过来 那位楚共王打场败仗,救自己的儿子救不了 反而被人射盲了一只左眼 真是痛到入骨,真是生气到入心 一入到大营,立刻召养游机里 顺手在箭袋里吻了两支箭出来,就对养游机说 刚才晋国营中,有个穿绿色箭袍 满面胡骚的人射盲了寡人的左眼 将军,你为寡人报仇 寡人知道将军的神箭 现在交两支箭给你就足够了 养游机就说,大王晋领下两支箭 一会儿还一支给大王 说完就立刻拿起弓箭 将两支箭插在箭袋里,拿着一支长的划击 坐上并且飞快上前 那时候,晋国大将毅旗,射伤了楚共王 打了圣仗,就带着军马冲入楚国营中 杨游机,远远就见到那个穿绿色箭袍 满面胡骚的大将 在楚国阵中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 楚军见到他来,就走都走不及 杨游机就开动冰车,冲上前 大声喝,你这个无耻匹夫 居然敢用暗箭射伤我大王 你别走,等我来收拾你 毅旗是晋文公时代 最有名的大将毅旗的儿子 他是晋国现在最有名的将军 神经百战武艺非凡 见你有人居然敢说要来收拾自己 心头火起,拿起长毛就冲过来 要杀仰游机 仰游机呢,举起画击就冲过去 两位将军冲到将近百步 仰游机突然放下画击 在背上拿了一支弓 踏上线一箭就冲过来 原来仰游机拿一支画击是做过仰的 毅旗就想不到他拿弓箭得这么快 两部冰车又隔得这么近 仰游机是天下第一神战手 哪里还有得避 一战插正毅旗的喉咙 当堂扑在车上团气身亡 晋国元帅见到大将毅旗重战身亡 就快点带领士兵赶过来 抢尸手回去 那个仰游机 见你已经杀了晋国一元大将 为楚皇报仇 也立即退回来 一手就拿着射剑 对楚共王说 神靠大王之威 已经射死了六三将军 剩下这支箭上轿大王 楚共王十分欢喜 即刻脱了自己身上穿的锦袍 披在仰游机身上 下令赏赐一百支狼牙箭给仰游机 从此天下都称仰游机 做仰一箭 即是百万军宗杀一元大将 一箭就够了 不用第二箭 这次大战 楚共王瞎了眼睛 儿子做了俘虏 晋国就失了元大将 梁家各自收兵 各有相亡 两边都要再拼你死我活 就约好休兵半日 庭祖鸡提示分日再缺个胜负 楚共王就虽然杀了魏琪 报了一箭之仇 但是他儿子还没救回来 加上眼睛瞎了 闹得咬牙切齿 就找元帅公子则来商议 明天一定要和晋军决一死战 各位元帅公子则 见到楚共王相势不轻 就对楚共王说 大王不如先休息一下 神无论如何 一定要为大王报仇说此 元帅公子则 回到中军大将 饭都吃不下 也心想办法打败晋军 为楚王报仇 一直想到半夜 还没想到有什么好办法 忽然间 闻到一阵很香的酒味 咦? 怎样会有酒的呢? 原来这位元帅公子则 平日是最喜欢喝酒的 酒量十分惊人 有时一口气喝百杯酒都不醉 这样啊 他一是不醉 醉了就不得了 一醉就睡一整天都不醒 楚共王就知道元帅有这个毛病 就整天劝他不要喝多酒 以免酒醉不试 这一回呢 因为要跟进国决战 大敌当前 元帅公子则呢 就怕自己会酒醉 所以就下狠心 一滴酒都不喝 还吩咐随从 不要带烧酒来啦 这间 忽然间闻到有酒香 就觉得奇怪了 你会逆转头一看 原来他的贴身随从 叫做谷羊 托着一程酒离 这个谷羊啊 是元帅最宠爱的随从 他对元帅呢 一片忠心 服侍主人呢 又很周到 这段时间呢 见到元帅日夜操劳 他有点疼着元帅 偷偷地呢 找了三情酒回来收买 今晚呢 见到元帅神情苦恼 整晚都睡不着 他就拿了情酒进来 想给元帅喝几碗来解悶 元帅公子一见到 就大声问 咦 你有这些东西啊 谷羊呢 就怕元帅这么大声 被其他人听到 大王知道会责怪的嘛 他就说 元帅 我拿点辣椒汤来给元帅喝啊 说完呢 就浸了一碗酒来 元帅公子则是个 嗜酒如命的人来的嘛 这段时间啊 因为沙场决战 自己身为元帅故事咬着牙关 一滴不入口而已 现在忽然间 闻到酒尾 就见到一碗酒放到面前 怎么忍得住啊 就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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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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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辣椒汤真是辣辣辣 来 拿一碗来喝 好了 喝完一碗又一碗 戒酒戒了这么久 这回一喝饭 哎呀 报仇这么报呀 一路喝下去 喝有几分醉意 还大声地叫 谷羊 拿辣椒汤来 谷羊有点害怕的 袁帅 不要喝这么多了 叫你拿来就拿来 喝辣椒汤 又不是喝酒 袁帅喝辣椒汤你都敢管 谷羊就没办法了 就把第二程酒拿进来 公子责一边喝一边赚 哎呀 辣椒汤很好味道 辣椒汤很好味道 哎呀 谷羊 你真是不能说 对半岁深水 嗯 都不知喝了多少碗啊 袁帅醉了 整个仆都在椅上 谷羊就快点扶他上床 突然间军事来报 大王传令 赵元帅立即见假 原来突然间接到探马报告 老国和惠国 派大军来帮助晋国 现在距离楚军只有二十里路 楚共王就怕上来了 哎呀 和晋国打已经打得那么吃力 再来两支救兵 明天这场仗怎么打好呢 故此立即派人去找袁帅公子责来商议 谁知那时候袁帅喝了一程几酒 纷纷沉沉睡着了 谷羊就出去对全令官说 袁帅刚刚睡了 等小人叫醒他了 全令官一走 好 谷羊就快点进来商讨醒袁帅 袁帅 袁帅啊 大王有令 叫袁帅立即去见假 快点起来袁帅 袁帅公子责呢 睁大眼望望 立即就眉上眼又睡着了 那个谷羊呢 就急到满头大汗 糟了糟了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正在急到手藤脚震 大王命令又到了 请袁帅立即见假 都不够一个侍臣 楚共王派了十次人来催促 哎呀 各位袁帅公子责啊 最初推他呢 他就眉大眼望望 折两下头 哎呀 越拥呢 他就越睡一想 他一箱避寒 都不过一向 一小路 Martha 都不够一个人 一小路 都不够一个人 都不够一个人 她看见 都不够一个人